吕佳怡控核心物诊流产 便讨赔偿罗生门 要变成罗生门了吗 非凡主播吕佳怡28日在脸书 碰触核心名全妇幼医院的苏怡宁医师错误诊断 导致她最后差点败邪症 得迎产三月大胎儿 主播的控诉是这样的 今年初当上妈妈是很让人兴奋的一刻 二月时吕佳怡觉得有点像尿湿尽 水流出现象 但苏医师说不用担心只是分泌物 到三月突然出血赶紧到核心急诊 急诊医师帮她照完超音波 要他们隔天再找苏医师 宇佳怡指控苏医师不认为是破水 是宝宝肾脏有问题 等宝宝心脏停止或有东西掉下来 再回诊所处理 夫妻两很惊讶医师的回答 赶紧专往领口肠羹 肠羹的判断是破水 立刻住院以抗生素治疗一周 无奈还是并发子宫内部感染 担心引发败血症 只好银产 这时才知怀的是男孩 于是吕家姨和老公透过卫生局 没想到核心回复她记错了 才让她在银产105天后决定公开 苏医师得知控诉在脸书反击 早已告知胎儿有问题 竟然睁眼说瞎话说我误诊 难道之前要赔偿不省才这样做吗 在第一时间其实就告知她 胎儿的状况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 我必须强调 吕小姐所提到的很多的指控 其实绝对绝非事实 我们会诚恳地呼吁 就是说吕小姐 如果她对于这些医疗上的 有一些指引的话 那欢迎她透过其他正常的管道 来去做一些调解 那譬如说 就是欢迎来告的意思 至于医生质疑吕嘉宜吃饮赔偿不成 才睁眼说瞎话 吕嘉宜反驳 28日当天在脸书发声明 才提到赔偿 之前连一块钱都没说过 之前他们透过卫生局来新闻给我们 就有提到赔偿的部分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娱乐动新闻 要变成罗生门了吗 报导